主料,高分125克,中分125克,糖25克,盐3克,黄油30克,冰水160毫升,蛋液30毫升。 主料,红豆沙蟹,黄油10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将出了盐和黄油以外的主料放进面包机里,搅拌混合,搅拌15分钟。 加入盐继续搅拌5分钟,再加入黄油再搅拌5分钟,停机,取出面团,盖上保鲜膜时温发酵刺10分钟,手指沾上面粉插入面团,一开手指,指盘不变,面团基础发酵结束,面团烧排气,平均分割10分,加盖保鲜膜,中间松弛15分钟,取一份面团排气后,盖存在20厘米左右的拓圆形长条, 在长条上抹上一大勺豆沙馅,将拓圆面片两条长,边折住包住培根,再从拓圆面片一头向另一头卷起,收尾卷紧,将面包圈打出立在吐司模里,吐司模里排放8个豆沙字卷,另两份面团包上豆沙馅,变成变子,盖上保鲜膜第二次发酵45分钟,烤箱190度预热, 吐司模和小条模放进烤箱中下层,闪下火烤35分钟,小条模烤25分钟,面包色色金黄即可出炉,趁热抹上融化的黄油,烹饪技巧 一,夏天室温高,面包机必须揭开盖子操作,二,用冰水和面团,取到冷冰面团温度的作用,三,最后的黄油要趁热抹上去,面包才会很好吸收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